台北市的本土是23 大安區大同內湖各4位 市林區3位 新一區萬華北投各2例 中山區中山區各1例 近外32例 目前為止台北市這幾天的疫情 也有一些相關的增加的趨勢 但是社區有一些不同不明的感染源 大部分還是有相關的感染來源 幾個關注的確診案 我們今天會做一些說明 第一個是大規劃群聚的 大概是南港高工 師生群聚的感染有兩個班 總共大約8位學生1位老師 那這目前都已經 因為他們已經放假 所以在學校的部分 已經要求學生全部都做快篩 所以才會篩出有大概8位 那目前為止全校的 2000多位的學生跟教職員 都會停課到4月11號 那暫時停止上課 就在家學習 那4月12號才會恢復實體 那4月4號我們會進行 校園的清宵戶外的場地 一律暫停開放 8位學生1位老師的部分的 疫調我們繼續在做 所以只要他的相關的行蹤這些 我們也會陸續的疫調去框驗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